國道3號苗栗西湖路段 經過石虎和野生動物棲地 經常發生動物被撞死的事件 高公局因此將一座跨越橋 設計成為石虎天空報道 成為動物的小天地 紅外線監視器影到小石虎猶然自在 穿過天橋到另一邊的棲地 另外還有好幾隻小油罐 崩崩跳跳在天橋玩 另外好像是野鳥或者白露都有 這裡就是高公局 特別為野生動物設置的天空報道 國道3號苗栗西湖通宵路段 因為將石虎棲地切割開里 之前造成石虎和其他的野生動物 冒險穿過國道被撞 死傷數量不少 尤其是石虎也是保育類的動物 所以高公局除了在周邊2公里的路段 撤枝動物防護網 禁止動物穿越國道 由前年開始 還用竹和草梨圍成通道 成為野生動物的天空報道 為了提高動物的使用率 橋兩邊種種植苦煉還有金剛力 提供料類或者鼠類覓食 石虎也有食物來源 不單止可以降低野生動物的死亡率 亦令到公共設施 和當地的生態取得平衡